槍槍三人行,早晚说不停 你们好,我是豆温涛 你们两个今天应该庆幸啊 我就差点今天来不了这里了 为什么 我昨天就差不多要把头撞在墙上想撞死 怎么讲 昨天见到一个同学 是中学的同学 然后他见到我,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在这个镜头外面看 他说这个人呢,知识也丰富 人也年轻,不那么憔悴 他说这个也不那么胖 他说完了以后我就差不多回家想撞头死掉 电视夸张了人的缺点 是 所以你就把头发 然后他还说这个梁文涛和这个豆温涛不给我讲话 是吗,我们不给他讲话 那行了,那你讲了 那你讲吧,我们都会讲了 有没有创可贴什么的 大家随便接一遍 全给你讲 所以昨天晚上就差点撞头,撞在墙上死掉了 因此就改了个愤怒的发型,我看出来了 而且主要这个发型在我和他之间设了个连嘛 基本上不给我看他 不想瞧你 那这个故事一定是他编出来的 没有没有,我这个同学他现在在深圳看 我跟你说这个电视有个什么特点 原来我以为电视就是他会把这个人的脸变宽一点 就是说一般人会显得难看一点 但后来有一位老摄像师他跟我说 他说其实也不是 他说电视对人脸的改变作用基本上是个取忠 什么叫取忠呢 就是脸宽的人在电视上会显得脸窄一些 连窄的人在电视上会显得脸宽一些 我不信 好看的会显得难看一些 难看的会显得好看一些 反正出来大家都差不多 这就是电视的 所以我显得难看 你显得好看 我跟你说 你说你自己这就叫顾颖自怜 但是我有个朋友说过一个段子 说是有一个女孩子也是特别丑 不是也是特别丑 跟你没关系 你说说了 我在这个地方自知心尽失 反正是 你怎么着还有个胡子 真的注意没有 有个胡子怎么看见 还没挂干净 不愧是女强人 不是昨天 胡子都长了 不是一年前刚刚变了性 所以 所以胡子还没变干净 我接着跟你讲啊 就说他这女的呀 是这个特别丑又胖又难看 有一天呢 这个照镜子看着实在自己太难看了 这情绪上受不了哭起来了 哭起来这旁边小伙子就劝他 说你看 你偶尔你照一次镜子你就这样 那我们天天看着你 我们该怎么办 哈哈哈哈哈哈 哎 不是有个美女啊 她嫁了个老公 那个老公啊 就有个癖好 她喜欢暖童 喜欢搞小孩 那么冷落了娇妻在家里头 那个娇妻被冷落在家里的酒了 但是她也美貌对吧 那么就病了 病的时候找医生来看 家里的用人 那个医生来看说 她这个是避塞过酒 避塞过酒 这血气不畅 那该怎么医法呢 找几个精壮小伙子来 那么让她血气畅旺 她就医好了 就后来就真的找几个精壮小伙子回来 她真好了 而且那个娇艳更甚往昔 结果有一天她老公回家 看到这个太太变得这么漂亮 结果也不暖童了 说太好了 就涌她入房里头 结果进了房里头呢 直接看那个帐子一看 里头几个小伙子坐在那 那个脸呢都干瘦下去了 那老公下去了 哟 这是什么 那感觉好 这个是药渣 药渣 这我朋友告诉我 她有这个经验 她的意思就是说 她难看呢 就是是因为缺乏 当药渣当酒了 对了 你当药渣当酒了 你还这么壮实 那那个需要吃药的 那位女士有多精壮啊 太精壮了 而且我一直有一个事 我就憋着只等到你来了再讲 就是这个光头的故事 就是说呢 古时候不是说 有这个压戒犯人 这个赐沛军吗 走一路的吗 有个戒差 有个戒差呢 就押送一个犯了罪的和尚 那么半道上就和尚想逃跑啊 后来和尚就想了个主意 夜里啊就劝这个戒差 跟他一块喝酒 我出钱买酒喝酒 结果呢这个戒差就喝得烂醉如泥之后 这和尚呢 把他这个头 把他这个戒差这个头啊给剃光了 剃光之后就翻窗逃走了 逃走之后 这个戒差酒醒之后醒来 咦 发现和尚不见了 他黑乎乎的到处也找不着啊 于是他一想 这和尚是光头 就顺手这么一摸 摸到自己头上 然后他就纳闷了 和尚倒是在我哪儿去了 我哪儿去了 我跟你说啊 老人家就说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要给人家剪头发 因为老人说呢 人睡觉的时候 他的灵魂会出窍 他会去游荡 那么你要是把他剃了光头啊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 因为他这个灵魂回来以后 他找不到这些躯壳了 知不知道 所以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有些那些嫉妒成性的妻子要听好潘杰这句话啊 你想想老年人说了啊 这睡觉的时候剪头发都是大罪啊 那他有的那个泰国的老婆剪掉自己老公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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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根 那那那过太过分了实在是太过分了 这种行为一定要浅诚啊 这事儿我一听起来就不寒而栗 哈哈哈 不过听说希拉里现在准备对克林顿干这事儿 啊是是 我觉得他早就应该干了 疯传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讲讲跟这个有关的事情啊 这个发现没有克林顿可是咱们强强三人型的红人 是吧 是讲过很多次 可能是我们讲过最多的人 因此其实照我心里的实话 我希望这个克林顿同志他他这个赶紧活动 想干点什么努力干点什么 对 要不然我们说什么呢是吧 没话 所以最近最近好像又又有重大消息宣布 你看早就不是一直传说这个克林顿夫妇啊要这个婚变吗 现在终于又传说了一次 哈哈哈 还要真是跟克林顿离婚 我觉得对这个天底下这个男人他是个不好的榜样 为什么呢 这就说明这个老公在外边干了坏事儿 回家要是如实道歉 而且承认错误的话 换得的结果就是婚变 你以为你以为道了歉就算了 那道了歉以后你的这个一而再再而三 你这道歉有什么用啊 那你的意思不道歉 死不承认 道歉也没有用 死不承认最好 死不承认最好 因为事实上积聚我的经验 不不不 积聚我的天面 我知道你的经验 就是有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有的老公啊 他以为啊做人要老实 就以为说回家外的犯了什么事 一五一十跟老婆老老实实讲的 那么老婆就一定会原谅他 或者说你还算老实 其实事实不是这样子 有的女人呢 其实他可能大概知道老公在外头有外遇 知道有点这种感觉有时候会 但他宁愿你不说穿 他宁愿当不知道 他宁愿当的是假的 所以这时候大家都说谎啊 隐瞒下去啊 其实对那个关系更好 有时候一对情侣啊 或夫妻关系啊 大家太老实啊 那反而更糟 就前一阵这个香港娱乐圈 又有一些谣言传出来 有声称有一个无线电爱好者 当然到真的五星是真是假 他这个窃听到了黎明跟三个人通电话 一个是跟书琪通电话 跟书琪讲讲讲讲讲讲 啊这个讲这个 讲什么呢 就就就就就不 就跟书琪讲他最近的压力啊 说报纸记者可能有些人对我不好 整我的这种这种新闻 但这个时候突然有另一个电话进来 其实是原来疯传他那个韩国女朋友 姓金的那位小姐也打来电话 这时候他就骗书琪 说等一等是我的经理人打电话 你先挂线吧 然后就跟这个小金小姐打电话 然后这个金小姐呢 在这个电话里用英文就质问这个黎明 就听说你是不是有了新女朋友 黎明就是摸摸呼呼摸摸呼呼 最后勉强承认 她跟这个韩国女友还是保持爱人关系 这女人才挂了电话 接下去呢就是黎明跟一个她的男性好友 我就怀疑她在他们睡床的后面 她怎么那么清楚 哎呀报纸上登出来的呀 当然咱这个黎明说一声 我绝不是造你谣言 我先说明了那是谣言 我先说明了那是谣言 不过报纸上登的你也不能怪我 我只不把谣言说多一次 他后来这个雷颂德 这是声称 这是他的一个好哥们 然后在电话里打 也是讲他最近这个事该怎么办 大概就说这俩女朋友之间互相通气了 然后你看这男性朋友 这雷颂德 当然据这无限电窃听者 他透了消息说 交给黎明就说 死不承认 死不承认 这事不管哪怕 就说这个韩国女友 她一定会知道这个消息 但是你就死也不能承认 我想她这个有一种 这就是她的作风 死也不承认 这是所有人的作风 哈哈 有一种男人的逻辑 就认为 认也是死 不认也是死 你认了 现在这个你认了的话 可能肯定是死 你要是死不认呢 还有一半的可能 这事儿就稀里糊涂过去了 不过我从这个 希拉里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是有点觉得 她可能现在在造声势 为她自己的竞选铺路 因为你这刚才也讲到 这个大家都说 这个黎明和这个 这个苏琪的这个关系 到底是谁在利用谁呢 对不对 那苏琪她是一个 一向都是一个 也是脱心啦 是不是也也做过很多戏啊 她也很坦白说 如果说别人包起她的话 她也不建议啊 是不是 那就是 那现在就是说 不知道这个新闻 是不是 舒琪 希望就为她自己造生 那么我觉得这个 很有趣的就是说 如果说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 这个 希拉里 你看她现在在为自己部署 她说不定也可以 把这个 把这个 那个谁踢掉以后 她可以在妇女里面 申请一些妇女的票 照你的意思 这个希拉里和舒琪是一个党的 是吧 对对对 余罗和证件 箱箱三人行 下一趴接着行 下一趴接着行 是啊 可是我觉得 照咱们这个年轻男人 和上年轻的男人的这个想法 希拉里 这老不叉叉的 她跟克林顿离了婚 即便克林顿不当总统 克林顿找个把小姑娘也是一游反掌 那倒是 那这是高兴事 对克林顿是好事 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克林顿倒是不是真的 比较处于被动 我觉得也很难讲 这件事 说不定克林顿心里偷着热的 说不定 就是不好意思说 那时候本来他们夫妻要团结在一块 是为了要对抗外敌 那么现在这个大敌已去 对吧 那么克林顿也没有必要再维持 他这个团结家庭的形象 是 那么现在因为他形象上面在书分 他那两年总统肯定也做得下去 对不对 人家不会因为说你离婚来弹劾你 我不跟你讲 在夫妻的婚姻里面 别人怎么看 人家是很在乎 一般人都是很在乎 完全像我一个朋友 是吧 他这个 其实呢 是个先生 他要跟这个太太离婚 那么他呢 有了外面有了女朋友 然后就跟这个太太说 他说我要跟你离婚 然后呢 这太太就死不离婚 那么正好在这段时间呢 这个先生的事业就非常的差 就是一直呢七八年都没有出东西 因为她是一个写作的人 然后这个太太就在外面跟人家讲 她说这个你看 她离开我就不行了吧 她离开我这个 这个产品都 这个作品都写不出来 然后结果呢最近呢 这个 因为这个太太就一直不想离婚嘛 然后这个 这个丈夫呢最近呢 找了一份工作 相当好的一份工作 在大学里面教书 然后她跟我讲 她说她说 我不想跟她讲 我说为什么 我这不是好事吗 你太太一直在外面讲 说你离开了她就不行了 是不是 那你现在有一份工作 你不是可以扬眉吐气了吗 然后她说不是 她说 如果说我一直这么落魄的话 她说不定哪一天 要会跟我离婚 因为她心里面觉得有点补偿嘛 但是如果我说我现在是 就是告诉她我要去大学做做教授 我的可是很高薪的啊 将来就是说 再从从此以后 可能我就是另外一番事业的话 她说她心里面就更难承受 所以她就是说 她的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 就是对外面人怎么看她 基本上是按照外面人怎么看她 大家来就是好像是有一套剧本一样 这个我觉得很多男人有这个体会 就是说找老婆呀 找女朋友啊 其实可能六成以上是为别人找的 她就有些男的真是这样的 她其实比如说你这个老婆 她挺喜欢的 她自己也觉得挺合适的 可是你要是太难看了呢 她就带不出去 她得跟朋友们一块玩啊 得在街上走啊 她就觉得不行 这事就是 所以我说一半以上她为别人找的 而且我那天我一个朋友跟我聊天 她就说啊 她说她说你发现没有 你看她说有几种方式 有的人呢 就是到处去铺女孩 你就看着她吧 今天带一个 明天带一个 铺完了 人家就不理人家了 是吧 这是一种类型 但还有一种类型呢 是这个每次来到这个聚会上呢 总是带这个 她一半就找两三个红颜知己 特别漂亮 精心选择 也不是乱找的 匆忙伟劣的货 这确实是很好的 而且比较经常性的 带在身边 我那哥们就说了 说你看我就比较喜欢这样的 他说我总觉得吧 要是有这么几个红颜知己 也不要搞得这个关系太混乱 但每次呢跟朋友一块玩带着这个 她说那个时候 她说我的朋友们 要都是对我这个女孩子 觉得很欣赏 都想跟她说话 她说我自己心里特满足 但是呢 你要是说是那种 随便乱扑的那个 带来了你看着吧 大家都不知道 下回还能不能见着她 都没人理她 你看见人说的 这真的是 把女人呢 太太说的像衣服一样 真的等于说 有的人呢 就喜欢穿时髦的衣服 每一个季节 跟这个季节的潮流换 天天换不同的衣服 但是有的人呢 就穿经典的款式 就那几个季节 说像这个事 我听来的行吗 是我听来的 听来的 这个因为呢 这个克林顿这事 她不光是希拉里一个女人的事 她是很多个女人的事 不是我的事 这难说 这难说 她至少还有一个胖女 莱文斯基 对对对 这个莱文斯基 当时是热门一时 后来说出书了 但是 不知道她现在这个情况 她心里会怎么想 前一阵她这个也是 赚钱 这女人挺会赚钱的 接受访问 弄了 66万英镑 66万英镑嘛 接受电视台访问 拿了这个钱 她就肯这个 剖白新生 这个莱文斯基啊 是天生的遗传基因就会胖 你看这个失眠啊 哭泣啊 照样还胖成这样 不是我是觉得 她是有一点的这个depression 有点的这个忧郁症 所以我想她是吃的很多 吃的很多 因为人家在她 在华盛顿就见到她 说她一次呢 她跟她妈妈一起去去做症嘛 她说她一次呢 要吃一个大杯的那个巧克力的那种慕斯 然后再吃一克冰淇淋 还要喝一大罐可乐 所以我想她这样吃把子 一定是虐待自己 我明白了 就反正她就是个十色二玉 不跟克林顿闹性丑闻 她就拼命吃 强强赛也行 广告之后接着行 其实我看这个希拉里这个人的面相 你发现没有 我就觉得她是 内心深处啊 是那种特苛刻特严格的女人 你看她那个眼睛很精明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她容忍克林顿 她们这种夫妻关系啊 一定也是这种 合作伙伴的这种关系 仅仅就为了政治合作 你不知道这个夫妻之间 就一定要有一个墙 要不然的话 两个人早就早就分开了嘛 所以这个墙就意味着 她并不能够真的容忍克林顿整这事儿 所以克林顿不当总统了 政治合作结束之后 还真有可能到后面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苏琪 苏琪和这个黎明的这关系 人家就我有一个同事就问我 他说那我怎么都想不透 他说苏琪有什么好呢 他以前拍过这个三级片 那李佳英不是很好吗 他说这个人看起来有的时候傻乎乎的 有的时候又坦白的很可爱 这人是女人吧 这是女人 他太不了解了 真是的 我看说苏琪这个广大男性都是很喜爱 为什么 只不过给黎明杰族先登了一把 我们是反过来觉得这黎明有什么好呢 不不 我这事儿我前一阵一直在北京 昨天晚上才回来 就是说这事上个礼拜传出来的 我是丁点不知道 回来一说这个黎明和苏琪之间的事儿 我后来我看一看一下这两个人照片 我莫名其妙我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这俩人有点夫妻相 这个嘴啊 尤其黎明在笑的时候 没准这俩能成事儿 是吗 是吗 不过我倒有一个解释 我是觉得呢 就是说很多男性呢 认为女孩子傻乎乎啊 是个很可爱的事情 他是有味道 他也不能你看这个女人 咱的男人觉得很可爱很有味道 女人的评价 哦就傻乎乎的那种 男人就喜欢 看他的语言 你觉得很可爱 我觉得很可爱 但是他很坦白有的时候 他说我愿意给别人包 比如说他就是很可爱 他就是说很坦白 说说而已嘛 那个我觉得这也未必 他就真的被那么做 再者说了 那现在这个好多人都被人包呢 我听说别人讲 这也是人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说这个最佳男朋友 是你讲的吗 是最佳女朋友是又傻又丑嘛 又傻又丑 又傻又丑 你人家整诸葛亮那科目上去 那是古时候的哲学 这个丑妻 说诸葛亮老婆这个脸像锅底一样 这是诸葛亮的这个宝啊 所以诸葛亮才早死呢 哈哈哈 你的寿命多短呢 我是听人家就是说 呃 不是又漂亮又傻 又漂亮又傻 然后第二选呢 就是又傻又丑 最最后才选的呢 是又漂亮又聪明 哦 因为你不第一就是说 请一个自己找麻烦嘛 一天到晚家全不宁 我发现呢 女人和老婆 对男人来讲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啊 选择老婆 可以有很多种 比如说漂亮的 难看的 呃或者温柔的 或者粗暴的 反正各有各的讲究 哪种类型都有那种类型的合理性 嗯 但是女人这一样事 他男人想要的都是漂亮的 哦 这样吧 但是女人对男人也有很多要求 哎 你听说没有就是希拉里跟克林顿之间 两个人词锋尖锐啊 这是这个妙语问答啊 然后这个希拉里就在白宫里跟克林顿吵架 就说 哎 婚前你不是说我是你的全世界吗 嗯 为什么现在你又去找别的女人 啊 克林顿当即回答 那是因为我的地理知识变丰富了 哈哈哈哈 当总统之后眼界开阔了嘛 一眼就一样 那好像也不是太一样 莱文斯基敦位大嘛 在眼帘里占据的位置有这么一大块 那你是直见树木不见森林 是 莱文斯基是棵大树 真是棵大树 老肥树 啊 希拉里是很精明 希拉里在美国曾经选过一百 排名前一百位的律师啊 她是其中之一 她的排名比克林顿高多 那你说啊一个精明的女人 咱甭管他们俩实际怎么回事 一个精明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下 克林顿不当总统之后 你觉得是不是会选择跟克林顿离婚 呃 咱们来加想一下 我觉得会 我觉得会 事实上他们在前阵阵 发生那么严重的弹劾事件的时候 人家就已经猜 希拉里一定会在任期 总统任期完结之后呢 就会跟克林顿离婚 那呃 我猜想她有这个可能 就是说 如果克林顿不当总统之后 她还跟她这个保持夫妻关系的话 对这个精明的女人来说 没有任何好处了 嗯 看 如果纯粹政治计算 我从 我看不出有什么坏处 现在很有意思 就是说 呃 这个希拉里要准备出来选 选这个参议员 然后呢 就是多尔的这个 不是那个 Bob Doe的这个 这个太太呢 也准备出来选 选那个可能是选副总统 因为是这个 Republican的副总统 对 那我们就发现呢 这个丈夫走了以后啊 这个太太就跑到前台来了 那现在都是 是太太跑到前台来了 那我觉得是 是不是这个丈夫离不离婚 都都没有无所谓 不过有的政治考是这样子 譬如说希拉里 她最近的形象 要比刚刚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好多了 为什么 刚刚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说 这个总统夫人啊 是跟着总统跑进来 插一脚管政治 那么现在大家对她的感觉就是说 诶 这个女人还真能忍啊 还真有美的 是这样的看法 她是幕后诸葛亮了 对 这边有点像这个样子 但是 我觉得多尔的太太就不一样 多尔的太太是 其实一直也占了很前嘛 她一直都在内阁当阁员 她也当过人员部长以前 那么希拉里就有点不一样 她一直有点在幕后的感觉 这个趋势我觉得慢慢表现出来 就是男人们现在 越来越这个无心工作 越来越心向女人 或者男人都要回到家里去 女人都要走去 是真的